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诺贝尔和平讲得主流小波离世后,一双刘霞行踪一直备受关注,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近日表示,刘霞已经返回北京住处,好友野杜表示与他成功通话,并称刘霞希望长期留在北京。 香港电台报道,野杜表示,昨日晚间通过间接方式与刘霞通话10分钟,刘霞说心情不好,精神状况未恢复,身体状况还好,野杜说通话全程都在监控中进行。 野杜引述刘霞表示,他希望能长期留在北京,正向有关单位争取不再离开北京,但野杜估计,下月中旬中共将举行十九大,在维稳压力下,刘霞仍可能会被安排离开北京。 野杜说,在整个通话中,刘霞主要是聆听,较少回话,过程中刘霞显得有气无力,令人心酸。 根据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指出,刘霞亲属今日下午表示,刘霞昨日和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创办人卢四卿通话后,悲伤情绪加重,亲属说暂时不要再与刘霞直接通话,避免引起刘霞情绪崩溃。 亲属还表示,昨天与卢四卿通话时,刘霞刚好是一个人在家,刘霞想起什么就说什么,所以通话后,北京有一些重要人士非常紧张。 刘霞昨与卢四卿通话约半小时,电话中刘霞不断哭泣,还透露没有拿到刘晓波海藏后空的骨灰盒。 刘霞